今天禁室就是我和呂王做呂王現在正在用線 等一會兒它就會出現的了 請大家耐心一點 由我一個人先講述 我們這個星期真的太多題目了 跟呂王商量了之後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講講劉曉波 劉曉波這位朋友 零八憲章的讚史人之一 不幸癌病就離世了 很多都講及劉曉波的離世的意義 我就在這裡補充一些我自己個人的見解 劉曉波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為什麼會被監禁呢 這個很簡單的其實 如果我看到他的罪名呢 我都寄了上去我的Facebook那裡 你就會感覺到它是犯了共產黨的大忌 這個大忌呢 就是不要再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呢 那是國家憲法的第一條 但是如果是一黨專政呢 就是說一黨極大 這個世界呢 就已經不合時宜了 這個世界呢 已經是需要各種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主義 不同的見解 這個世界呢 它偏偏呢 是追上時代 追上時代之後呢 就會被一黨專政的權力集團呢 就會被一黨專政的權力集團呢 就 就拼到攔著它 就會呢 攻擊它 那何解 它一路下來 好地地 入了監之後 還不給自由 還要軟禁它太太呢 又為什麼得到一個這樣的絕症的時候 都不能夠保外就醫呢 很簡單的 這件事呢 我認為 共產主義呢 整天都有一個陰謀論 這個陰謀論呢 就是覺得有外國的集團呢 在後面呢 操縱著 搞鬼 這件事奇怪呢 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中共呢 永遠不會 現在的中共為什麼不會明刀明槍呢 講明什麼集團在後面搞鬼呢 以前我記得呢 在毛澤東時候呢 實情呢 講明這個是美國帝國主義 英國帝國主義聯合呢 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呢 是在那裡 幕後呢 想搞它的政權的 想推翻它的政權 顛覆它的政權 那這件事呢 在六四的時候呢 都差不多講到明了 講到明呢 有一個這樣的陰謀 還有一本書呢 我還在上海機場買了的呢 還有一些照片呢 證明 美國的CIA呢 已經下去做工作的了 那這樣的話呢 六四究竟 你經常說有外國的勢力在那裡搞鬼 究竟哪個外國勢力到現在呢 都很少 很困難地講出口 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呢 就是很忌忌 這個外國勢力 還有它是不是真的有充分的證據呢 劉曉波呢 又是做了一個這樣的磨心人 也是呢 我覺得它會懷疑 劉曉波呢 是一個外國的傀儡 那在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上呢 這個是一個急先鋒 所以呢 困住它 連最後呢 給它自由 它治病呢 都不出 它太太呢 還要受到軟禁 那這些這樣的陰謀論呢 這樣的措施呢 我覺得呢 在現代一個自稱文明的國家 或者是法治國家呢 這些呢 都不是一個給世人可以認同的做法 香港呢 七百多萬 我想就算是 下來香港長久居住的人 也會漸漸覺得這種方法呢 很擋百股啊 很舊 很過時的做法 這件事也不會得到人民的尊重和堅成的 那陰謀波呢 不幸呢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夾心人 他是為了中國呢 出了很大的勇氣 力量 尤其在08的憲章裡面呢 寫得很清楚 他唯一一個呢 受人咎病呢 就說 天安門呢 在六四度呢 是沒有死過一個人 但後來他也答應了 他沒有說 他這個說話呢 都有他的缺失的 但無論如何 這位呢 都是一個呢 我們值得驕傲的中國人 我們呢 覺得劉雨波的死亡呢 只是證明了一件事 中共政權仍然很落後 仍然是一個落後的政權 仍然是一個不能夠和世界接軌的政權 他對於外國人 或者外國的侵略呢 他對於外國政權仍然沒有把握去抵抗 或者他很恐懼 種種呢 我們呢 在後面呢 看一下事態的發展呢 我們才能夠再做進一步的說法了 那劉雨波呢 感嘆之餘呢 呂王呢 就想說說呢 那些disqualify 那些被人黏奪了 這個立法會的會籍的四位 他們法庭已經下令呢 不准他們再用這個議員的身份呢 來去工作的了 或者講自稱議員的了 那這個呢 我相信呢 王吉島呢 應該呢 由他呢 講一講 老王 吃了飯了 是啊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你做得很辛苦 但是這個樣子呢 仍然保持得到相當精神 哎 你太客氣了 事件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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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才和 紅點飛飛 是 劉雨波剛才說了我的見解和評論 是 我想你都補充幾句了 好嗎 我剛才呢 離遠呢 見到我的位置這樣呢 跟著我又跟推麥哥哥說呢 我就說你不如把我的照片放在那裡 那些人呢 真心呢 原來是最開心的 你說兩句吧 說劉雨波這件事態 唉 我覺得這件事呢 我們劉雨波走那一晚 到第二天呢 你發覺網上都很好笑的 即是一面倒的 Hello Handsome 一面倒就是呢 你發覺全世界vs中國 即是China against the world 看看你的觀點很簡單 即是呢 如果是那些呢 就說 喂 他是罪犯來的 你那幫同情那些什麼呢 他是外國的傀儡來的 根本你們就中了這個外國的奸計 這樣 跟著有人就說 你那幫傻逼 傻逼 這樣就選一個這樣的 沒有經驗的人 就好像你們香港要選什麼 糧油就是做議員 就抵你們死咯 你們自己要愚蠢要愚蠢你的事 大哥 我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他懂什麼 他懂經濟一定是他懂發展 你講梁柔 你講梁柔那兩個discordified的議員 不是啊 即是我在網上網上網上 是看到那些人是這樣留言的 即你是很清楚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中共的這個宣傳機器 它的洗腦工程是成功的 越年輕的 是越拜越信這件事情 即是你說年輕的那些 很不明白的 即是他們有沒有經歷過 89 64 他們有沒有窮過 是不是 為什麼會覺得 真的現在是這麼好呢 你說那些上了年紀那些 他以前窮過 吃過樹皮 覺得很可憐的 那就覺得現在是 習近平就是明君 但是不是啊 剛剛倒轉 我發覺越年輕那些 二頭那些 他越是覺得 即是要守私皇軍啊 永遠都不會去日本啊 跟著你們香港人 搞什麼 港獨啊 你都白癡的 劉曉波就是 愛國的傀儡啊 真是 很清楚的對比 是啊 所以秘密的 啊 你就是 你是不是到來之前 我講了自己的見解 嗯 整天呢 由頭到尾幾十年 在裡面呢 都是講到 外國勢力呢 在那兒想顛覆 中共的政權 包括劉曉波的事件 包括呢 這個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他 有心向他臉 都是搞事的了 是的 他們呢 我想現在經常都出外了 經常都出外面的社會 世界社會都知道 現在這個社會已經不能夠是一黨專政 又不能夠只是一言堂 一個人都說話 或者一個黨都說話 這樣的統治呢 已經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不是大國 央央大國所做的 可能還有一些非洲 南美小國還是這麼做的 但是這些已經得到 不得到人民的信任 以及不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但是仍然是這麼做的 這件事情就看到它那個思想中的落後處 很落後 還是很落後 劉希波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大的啟示就是 又一次告訴我們 中共政權仍然是很落後 很膽怯 而且很怕青 直接對英美呢 雖然有它自己的航母艦來過香港 大家也看過 這麼厲害的 哎 巴白 巴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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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是很怯的 很怯場的 你已經看到呢 今次它那個請醫生 或者現在在網上看到有幫大哥 大家說不認識的朋友來參加它的喪禮 或者急忙忙要它火飯 扔下海 認為海葬是中國傳統的葬禮 這等等是很虛脅的說法 這些完全是不能夠受到文明社會 或者文明進程社會的人 有一個共同的認可的 我覺得鴛鴛大國 現在就說崛起了一個大國 為什麼還是這樣呢 就真是 默思不得其解 只有一件事可以解釋到的 就是貪戀著自己這個權力的控制 只有一個中共產黨能夠控制到中國 它就貪戀了 而有人還在那裏 剛才好像你這樣說 如果這個沒中共共產黨 就不能夠 像今天那樣 這一句話 大家怎麼能夠贊成呢 是不是今天的還是共產黨 當然不是 現在已經沒有共產黨 改革開放 哪裡有今天呢 根本就不是共產黨的宗旨來的 還不是它的作風來的 笑死人 所以我和你的見解在這方面都是比較相同 我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 你連說共產黨這三個字 你都是面不龍氣不喘的 他哪裏是共產做的 他現在這個政權所做的事情 他有哪一部分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共產主義 那些人又不看書 又不讀書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共產主義 什麼叫馬克思思想 完全都不知道 我們很幸運 我們年輕時代 七十年代 火紅的年代 看很多這些馬克思主義 是差整本書還沒看完資本論 資本論的大概大綱 我們也學過 毛澤東這本選擇我們都看完 那時候有一個很火紅的心 你也知道那時候可能你還沒出生 但是在那個年代 每個年輕人都是很左的 但是這些發燒過氣了之後 就慢慢看出共產主義的缺乏 的poverty 它的缺失了 那基本沒有了一個理想 沒有了一個依賴 或者沒有了一種思想 對共產主義的能夠救國的作為 沒有了一種信心 根本現在就不是共產黨 現在就不是共產主義 現在中國正在走的資本主義 就是很極端的資本主義 是 它不是改了什麼名字 說什麼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是 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每個國家都可以說 我又是有美國資本主義特色的國家 我英國有英國資本主義特色的國家 英國共產主義特色的國家 你說什麼呢 我告訴你 加拿大真的是共產主義 這個社會主義國家 很多北歐都是社會主義國家 什麼還有共產主義在這個世界 我想除了北韓都沒有 北韓都是愛共產主義 為了做一個房子 房子 是 是的 你看到金家呢 三少爺能夠掌到權 你不是看一下 你不是看一下為什麼 金家可以是這個巴拉底的最大買家 但是呢 它的人民餓到樹皮啊 什麼都沒得吃的 那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在哪裡 共產主義就是你和我那一份一樣的 是不是呢 大家平均分嘛 共同享受嘛 沒錯 哪裏是 共產階級最後的革命 取代了一切階級 這個呢 已經根本是不再講的了 沒有人講的 你在大陸你試試撞人家的車 是白色底的 寫著一個君字下 你明白了 你不是看一下 你懂的 下場就是 是不是真的 喂大鑊飯一起吃 然後呢 所有的資源呢 共享 Well yeah it sounds very good 但是 英文也有個說法 就是 if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probably is 就是 是不是 喂你經常聽話 舉例一下 我記得講得很壞的東西 譬如那個男生呢 有高大偉猛 英俊瀟灑 玉樹林峰 身家幾億 跟著又專一又什麼 那些 講到最後就是機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是啊 如果不是一早被人搞定了 輪到你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doesn't exist 還有 我又講少少我熟的佛學 就是 在佛家的概念裡面 你是不用想 會有共產主義 是會活動的 OK 起碼呢 在所謂的梳婆世界 就是現在這個輪迴的世界裡面 我經常跟佛教徒 以前參加法會的時候會 debate 就是講開中國的政治的時候 他們就說 是這樣的啦 輪迴是有缺陷的嘛 輪迴就是不完美的啦 這樣跟我說 那我說 那是不是 輪迴不完美 輪迴有缺陷 那我們就 有它呢 那殺人放火又行 那不用要法律啦 是不是 因為輪迴有缺陷的嘛 輪迴不完美的嘛 你要完美啊 你就一心想去淨土 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那是不是就是 我們在這裡就狗且偷生呢 你是不是就 可以就是 I turn a blind eye 就是我盲目 我什麼都不看 我不理了 我什麼都不理 我見到別人的苦難 我見到別人的慘 我見到別人的慘 不關我的事 I don't care 因為 因為 那是英國人的慘 他誰叫他 他不激了那些熱 那樣 是啊 因為 輪迴是這樣的啦 因為他有個人因果啊 那樣 你問一下蕭公子就知道 現在呢 很多呢 叫做新自由主義 它裡面的基礎呢 就見到你剛才所講的 放任 就是這樣的啦 有它呢 有它呢 自生自滅 有它呢 你問一下 他會自殺 你問一下 他就做出來了 他就做了 你問一下 我問他 他就做了 你問一下 咱開對 他就做了 那些事情 但是他就做了 蠻好的 那些事情 是他不可以 在這個世界上 我嘛 是他就做了 他就做了 那些事情 就是你剛才說的佛教的說法 我就完全麻木沒有反應 是的 自然不是這樣的 沒錯 是的 OK 但是呢 次官 問題是 現在經常見到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在劉曉波這件事上 我們還分到香港人、大陸人 OK 和其他世界 如我一開始所說 劉曉波這件事件 你看到諾貝爾的委員會是強烈譴責的 簡直說明劉曉波的死亡 是中共政權是有責任的 因為促使他的過早死亡 Premature Death 因為他不是我們 劉曉波不是你和我 我們可以自主我們吃些什麼 做些什麼 他是真的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是的 沒錯 他給什麼東西吃 我比較難聽說 我比較壞 他給萬聖地 給山埃給他 只有萬聖中毒都可以 沒錯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證據證明 但是整個過程我覺得 在後面的一段是一個政治宣傳 多於真的治療他 真心想他復原的一種方法 或者使他能夠舒服一些 能夠過最後那段時候 這個你見到發布的照片 發布的消息 甚至發布他和太太的照片 這些都是一個政治宣傳 是的 大家不見中共的作風 都知道這種是一種宣傳的行為 看得出的人甚多 不是只有我和你 很多人都看得出的 所以只有剛才你那番說話 所以我就說 我們現在呢 在劉曉波事件裏面 我們還分到 是世界和中國 中國 vs 全世界 因為你只要不是 在中共這個機器洗腦之下成長的 你都不會站在他那邊 認為劉曉波是罪犯 他活該他活該死的 你不會這樣想的 是不是 不可能這樣想的 這個世紀不能夠 清朝什麼 以言入罪 還有文字獄 所以 顛覆國家罪名 這個這麼虛妄的罪名 千萬不要23條立法 真的 否則很容易 剛才你說的那番說話 你已經犯了 這個顛覆國家的罪名 抓你去坐牢 次官 如果23條立法 我只會繼續講生酮飲食 我沒得再講其他東西 你明白嗎 不是說生酮都會抓 這樣都顛覆國家 這樣都會顛覆國家 是不是 OK 你講講兩個disqualified的故事 你的看法是怎樣 對了 這個就是我一直想扔下去講 但是沒講到 就是 又回覆回頭 劉曉波我們還會分到 大陸 vs 全世界 因為你當 98% 我求其一顆 98%的人 都會同時劉曉波 都會覺得他慘 whether or not 你覺得中共對手有鮮血 你覺得他有沒有份 加速他的死亡 是一回事 但大家都會同情劉曉波 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義士 他為了中國的文明 開發 民主進程 附上了一生 大家都會同情他的 覺得他可憐的 但是 香港 在DQ這件事上 那四位議員 再加上之前兩個 現在六個已經 我是看這個RTHK 就是香港電台 他那個直播 是很多人 是香港人 不是大陸 不是寫簡直字 是說 抵死 搞搞震 這樣 就說 泛民就是垃圾 寶王就是 為香港好 不要這樣 我開出來才是 太精彩了 即是 中共的這個鬥爭模式 It is working It is working It is working in Hong Kong 因為它令到香港人 那種內耗 你記得多謝梁振英 多謝他過去的五年 令到香港那種矛盾的加劇 和令到那種仇恨的日益增加 是史無前例的 多謝他 所以你說現在 林鄭上台 立刻 喂 你還說有三個月脈 月期有100天 何來100天啊 大哥 現在十幾號 現在離得分的了 你見不見 高院已經判了出來 那你說法官 怎麼會這樣判 他不能不敢判的 人大認識法 他要根據那些事情來判的 他不是根據個人起戶去判 他就是根據人大認識法 所以你還有一層 可能有一半或者超過一半的人 認為這件事情做得有意思的 沒錯 我先講我的見解 好嗎 好啊 好啊 我記得呢 我看這個無語錄 或者鄧小平講這個收回香港的 他的見解 他認為香港呢 這些立法會 是應該有三三分 三三分就是說 有三分一是民主派的 就是說反對派 有三分一是保皇黨的 或者現在我們所謂的保皇黨 他收回是中立的 毛澤東都認為這樣的設計 這個是相當好的 因為可以有對方的意見 或者有不同的見解可以收集 但是呢 我覺得 如果你將這幫人趕到去 全部趕完之後呢 這個三分一的平衡沒有了 還有呢 這個世界呢 已經是沒有了 另一種聲音了 是 沒有另一種的看法 我無論這張看法是 專門和你作對 對著幹的 或者是另外一個不同的見解 或者一種叫監察 或者叫制衡 這些是一個好的好處來的 尤其是現代文明的社會呢 我覺得呢 是不能夠缺少的 在外國呢 比如英國或者美國呢 這些大國裡面 甚至法國 北歐呢 它有很重的反對派 有所謂的認知內閣 它是將一些社會的事情 或者準備立的法 或者監察的情況呢 是做到有一個反對者 反對者可能是專門反對你的 但是呢 因為你挑出到有一些 做事的時候看不出的缺陷 看不出的缺點 現在有人提醒你 你執政黨呢 當然要考慮別人的說法 如果你做不到呢 那個對方呢 那個反對黨可能就是 透過選舉呢 將你推下台 他做的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是反對的 這個是互相監察 互相制衡的一種方式 是比較現代民主的思潮 但是如果將那些人全部趕盡呢 只有溫一延堂呢 現在其實已經是延堂了 因為你已經很多時候 不夠他投票了 用民主 現在還趕到這麼絕呢 我看呢 這個三分一 三分一 另外三分一的反對呢 和讚成呢 這種這樣的監察 和這種這樣的對行呢 是會消失的 這個消失呢 是會造成另外一種呢 強權的 有強權武功利 為和呢 可能做到很和平 沒有人拉布 沒有人講反對決 你大陸人大這樣嘛 個個都是這樣 是啦 跟著按鐘 這個呢 就已經有做了 最初一國兩制了 為什麼呢 這個呢 一國兩制呢 為什麼不一國一制呢 的原意 香港呢 變成一個不是鞭策 或者促進中國社會進步 或者再接近世界文明的地方 而是一個越來越遠離的地方 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不是很好的地方 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這個我已經不講這件 法律上對與不對 我還沒講這些 我只是講呢 本身呢 他提出律政司和六八九 提出這種這樣的起訴呢 本身是沒有減累到這一點的 不是啊 你看看很簡單而已 那份東西的原素人 原眾人 就是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當然不是現在的777 你看看他那份 他那份東西是2016年的嘛 那時候的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就是梁振英 那你作為香港市民 你是可以走去告任何人 你可以這樣做 但你有沒有這個必要 你有沒有見到外國 英國也好 丹麥也好 荷蘭也好 澳洲 加拿大 會是個總理 或者總統 走去告裡面的一個影子內閣 或者反對派的另外一個首領 或者是一個代表人物 不會的嘛 因為不好看的 本身它的存在呢 是有利於社會 是有利於大眾的 是啊 你以為是一種反對聲音 就沒有利於 有反對的聲音 其實是有利的 其實是有好處的 如果你再禁制這些聲音 比如說我們網台 或者很多公共媒介 或者是報章 印刷傳媒 報章集團 你全部沒有反對聲音 你想想社會是怎樣的 就是一言堂 就是只有你說沒有人說 這個世界 這個香港不是一個安樂窩來的 次官 但Don't be surprised 因為SCMP 藍組 都出了一個新聞 It seems to be real 當然很多人就掉以輕心 覺得沒事的 只要說了幾年 但我相信 因為我天真 但是內容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中國政府 有關當局 就是說 接下來2月1日 要中國的通訊商 就是什麼中移動 那些 手提電話公認商 網絡公認商 就不再容許用戶用VPN 什麼是DBN 什麼是DBN呢 VPN就是那些 戴頭盔上網 即是你假裝自己 其實不是在大陸的 你假裝自己烏拉龜 或者在哪裡 我不是Tag人 我講這些被人笑的 但是我就是把我大概 認識的東西 猜到應該是差不多 我講錯了 你告訴我 那 就讓你可以 是不是有沒有說對 對 對 好厲害 因為我去大陸 我就要 我想上Facebook 我上很多APP 例如Google 你想想到一件事 你想看 找資料 例如說明天 煮什麼給自己吃好呢 生酮飲食 那我不會用百度的 大哥 那我就用Google 好厲害 原來在深圳上不了Google 又上不了Facebook 又上不了YouTube 悶到抽筋 就是一個正常 香港人會上的網站 基本上全部都上不了 這個時候 我們的推麥哥哥 就介紹了我 用一個VPN 很有趣的 你按個按鈕 他就把你 彈到另一個國家 另一個IP 就幫你套上帽 是的 那你不是大陸的IP 他就不會封鎖你了 是呀 有些人有這種叫做跳牆 翻牆 翻牆 是呀 翻牆 對 就是這樣 但是你想想多嚴重 如果由2018年2月1日開始 你去到是不能用VPN呢 那就是PK了 很嚴重 即是 酒店的生意馬上跌硬 即是你說我說 一定跌 他到時吹出來說沒有跌 你也不要相信 一定跌 個個都一定會把自己的旅程 縮到有這麼短 只有這麼短 你覺得 我就覺得呢 我比較樂觀一點 就是你有將來計 我有一個長梯 以前是沒有翻牆這件事情的 但是呢 那些人呢 是會想辦法翻牆 幾多人呢 不僅是港澳或者台灣的同胞呢 去到大陸要翻牆 而是呢 自己本身呢 在大陸居住的居民呢 都是用很多翻牆方法呢 來接觸外界 或者是圍牆圍 以前你叫觸摸嘛 今天說觸摸 用觸摸圍圍圍著的消息 現在呢 基本呢 是沒有可能呢 在世界上 將其他世界各國的消息呢 圍堵的了 沒有可能的 你就算呢 你怎麼樣 請多少人維穩 怎麼樣 那些人去做陸霸 多少人呢 將那個消息呢 或者那些重要的字眼 關鍵字眼呢 封鎖 但是仍然呢 在裡面呢 遠至到西藏啊 這麼高原啊 那些人都看到呢 制的事態 我又不信呢 會真的封得到 這件事情 如果要去做封 只不過呢 是一種呢 姿態 就是做一些行動出來 給別人 感覺到做了事 實際上呢 是落塘埋 落沙裡 自己壓自己 怎麼能夠 但是呢 以習近平瘋的程度呢 我覺得 是有機會的 因為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他很多年前 就是他上任 不是上任 上台 不久呢 他已經說呢 說這個互聯網 亡黨亡國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然後他也說呢 在大陸的七筆講的嘛 就是普世價值也不可以講啊 自由民主 對啦 不可以講的嘛 這些全部都不可以講的 就是 怎麼那些人可以叫他 習皇帝 習帝 就是 是外國的雜誌開始 我忘記是不是 Tai Magazine 因為你看到 他的Grip 就是他那個掌控 他拿得越來越緊的 所以 我有一點點懷疑 他這次的VPN 是會做得出的 做得出呢 我比較樂觀一點 都是一種粉飾的方法 為他自己作為一種權力的表達 實際上 就很難的 這個世界已經 這個所謂潮流浩浩蕩蕩 是不能夠轉變的 喂 呂王你記得嗎 是 他為千金啊 是 是 都不在國外 宣誓效忠邪惡美帝嘛 入了美國籍的 在國外 在美國好像 我忘記了是否是美國 是啊 但是問題是 通訊的 那個都要知道的 難道是攔截了 叫的千金呢 不要看 在外國的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這個不是叫 叫共產黨 但是不是共產的嘛 這樣就有特權階級的 大哥 要不然他做官來把鬼啊 真的是 是不是 應該連他 連他的夫人 和他的千金 就真的呢 除了唱騰訊之外 什麼都不想的了 什麼都不要用了 這個呢 只有一個講義 怎麼會呢 我想他每晚都在開Facebook看著 可能是你和我的Facebook的Fans都還沒頂 喂 這樣當然了 次官 老老實實 如果不是這樣 你猜那些什麼簡體字留言 是為什麼呢 那些人真是 哇 這麼愛國 我說什麼 你說什麼愛國都浪費 某政協說 外國是一門生意 他不是有五毫留一個演 我那些鬼想他有空留言 他睡覺好過啦 他打機啊 或者上網看鹹片好過啦 他怎麼會這麼好和你留言呢 就是這些是 你要騙自己 你要騙自己 你要騙國內的人 你可以騙的 但是呢 他真是相信 你一個大話說一百次就變真了 當年呢 加培里呢 希特拉的宣傳部長呢 講了這句話 這句話呢 證明了呢 是他自己 質相情願的說法 這句話呢 其實這句話呢 你講很多宣傳 德國納粹的說話呢 到頭來 自己德國人都不信 德國人 自己都不信 他是這樣宣傳 你說話也沒用 因為呢 事實上 在擺樣眼前的東西 就跟你所相信 或者想洗腦的東西 完全是對的 還有呢 現在的總結呢 就是 現在這個通訊 太過容易 太過廣泛 大家知道呢 所有領袖 領導人呢 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成員呢 都是在外國 拿著外國護照 做生意 或者呢 讀書的了 但是呢 大家都說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既然說到那裡是地獄 為什麼呢 你還會派自己的最親人 去地獄那裡 謀求你的生意 謀求你的生活 謀求你的學業 是沒有人相信的了 大家 在槍桿底之下呢 大家就相信的 在監獄這個建構底下 大家是迫著口信的 到頭來呢 誰會相信 那些是真的 我覺得呢 這件事呢 師傅 你很幸運啊 我認識了幾個傻逼的 你知道嗎 我認識的傻逼是真的相信的 師傅你給我三十秒去拿個飲品 好嗎 因為呢 我們的推迷哥哥呢 眼大看過龍呢 炒了兩次都找不到我的飲品 我就是 口關死了 等一會兒 很快 師傅你先趕著很快 那 你再看看呢 我們呢 現在的社 的世界通訊 不只是Facebook 不只是YouTube 不只是一個Yahoo 或者Google 而且呢 這個實際 不能夠接觸到 全世界的人的 可以接觸到的地方呢 實在太多了 不能夠再鎖角的了 不能夠再下一個黑 下一個竹幕 再下一個鐵幕 再弄多一個甲慢鎖住了 人呢 已經是去到一個很追求 一種方便 追求一種的 能夠知道 有個知情權 能夠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 希望呢 有這個這樣的權利 這是一個人權 我舉個例子給你 就是呢 譬如 我呢 按摩呢 有一個按摩師 他是大陸人來的 來了香港很多年 那些文化差異 叫你包容的東西 我就不會說的 當然 這些蘇錦良那些 就會說的 那例如是什麼 就是 那當然 收三十萬個月 麻煩你包容一下我 真的 就是我去你的廳裡 弄短鏡給你看看 這樣 那 就是怎麼樣呢 這個文化差異就是 例如 那 我在這裡看電話 這樣 是不是 按摩師幫我捏著肩頸 這樣算 他在後面捏著 我看電話 接著呢 他就說 哎呀好可愛呀 什麼來呀 這樣 明白嗎 是啊 他在看電話 還有Facebook 譬如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在錄電話 在看東西 他在後面幫我捏著肩頸 你知道你捏著腳 之前不會浸腳的 那你在這裡看電話 他在幫我捏著肩頸 正常呢 香港人呢 就會知道 或者這個世界其餘的正常 文明國家的公民 都會知道 你就算看到別人的電話 你都要假裝看不到 是吧 是吧 這是私隱 是啊 你有好奇心 我明白 你的好奇心 戰勝了你的社會禮儀 都明白的 人之常情 但是你不會呢 就是 可以大條道理 很沒什麼的 告訴你 我是明看你 是 這個呢 因為那個 所謂社會的潛規則 它沒有的 沒有這些潛規則 這些潛規則 它認為西方社會 是一種 大壞墮落的 它那些就是 無財階級的 就是真的 就是好的 是 它覺得你那些虛偽嘛 正如它去到日本 喂 你又大佬 你下下就國仇家恨 就是我去日本呢 我在新宿呢 我一遇到大陸人呢 我心裏面呢 就是說 說好了的國仇家恨呢 就是 香港人呢 我經常都說 我們是喝日本奶水大的 例如 我小時候 是看小忌廉的 是看美少女戰士的 我 我 你不要理 你別管 沒錯 是不是 然後 媽媽買一隻Hello Kitty給我 我說 這麼難看 總之都是日本公仔 卡通片 什麼都是日本的 所以 香港人 最喜歡去旅行的地方 香港在哪裡 就是日本啊 這個東西 你已經不會和大陸看齊了 剛剛才 大陸 還有很多人都很討厭日本的 但是他爭還爭 他不知道在日本買東西的 他會買日本的護膚品 但是他會說釣魚倒市 中國可以的 還有呢 使得他那個 日本買到 斷屎的屎塔蓋 是啊 你聽過了 這個呢 溫暖的屎塔蓋 他自動操搜進去 給這幫大哥 掃到貨都沒得剩 是啊 所以 講有一套 做有一套 心裡頭在想又是一套 所以這個呢 哎 這個世界很現實的 到頭來 什麼方便 我們給一次 這種情況 說 哪裏 我們他們拿到 這個 這個 性格 這裏 它的性格 是 另外 個人 無論你是中國人 或者有什麼仇恨 有什麼落心的決策 這些東西可以抵上 到頭來你都是要用的 你看看全世界最多用的智能電話 是什麼國家 在中國 中國 它可能呢 現在已經進展到每人有一點多個 不是兩個 未夠兩個 一點多的 有個聽眾說得很好 有個聽眾 張寶成就說大陸人很流行這一句 一定會說這個是我的自由 就是你聽到這個就笑了出來 智什麼有 你知道什麼叫自由嗎 你懂嗎 你連出國 你都要去申請 你都要申請的才能出國 不是隨時拿著 Passport 就可以走 智什麼有 所以我就說 智東的方法 啊 什麼 智東的方法 因為以前是沒有的 現在稍微放鬆一點 就認為那些很有寶貴的一種自由 這個難可以理解的 就因為以前沒有 我覺得將來呢 如果北韓解放呢 北韓那些人呢 就更加厲害過大陸 因為它被判得太久了 現在你稍微放鬆一點就不行了 大陸 是不是 所以我就比較樂觀一點 我覺得呢 到頭來呢 你怎麼去禁 你怎麼去堵塞 將來呢 人呢 人性呢 都是要求這些進步的東西 到頭來呢 都是會呢 要求到有個知情權 知道多一點 這些多一點不是一定是 方便去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做生意 而是它的人呢 本身已經進化到那個年代 去了我們現在所謂的現代社會 是應該有這種知情權 我們是應該很容易得到我們的資訊 很容易得到我們的 那麼 鄰人地區有這麼邪惡 殺人魚麻 滿手私血的政權 就不應該存在了 但是問題 它有這樣的國民 這樣文字未開 然後天天被人剝削著 都認為自己住在天堂 有一堆這樣的國民 不是公民 去養著這個政權 它們是 它們直接是 分辨了自己 分辨是非的能力 它只是分辨利益 它不是分辨是非 它們只是覺得 怎麼去賺到盡 拿到最多的好處 你試一下在他身上拿一個崩 它跟你死過 但是如果城管 踢了他的舖 拆了他的房子 它又不出聲 是 這個 就是 你去除了 是 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柏林奧運會 我覺得我們很受宣揚 那個呂導演拍了兩套片 講義智的勝利和奧林柏36年奧運會 你看到當年不是演戲的 真真實實的那些國民 他們那些德國人 是真的覺得希特拉就是他們的救星 是他們的魔手 是他們的真太陽 哇 我看到那些女人 看得上牛啊 是啊 沒錯 甲道兵營 搶個頭位去看希特拉的車子 那些賓士來的 過了一個 我想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榮幸 那些小朋友就是 那些男人每個自願去當兵 自願去為國家 為他的那個政權 其實為了政權就沒有為了國家 為了政權效命 你知道德國是一個相當有理性的發展的國家 他讀書和他們出鏡 現在是世界最多的了 但是呢 你會發現 希特拉都可以透過他的宣傳 透過他的建立形象 是做到一個這樣 使得令人沉悔的東西 但是呢 那四四年 不夠十年光景 你看看呢 後來戰爭最後的後期 那些德國人怎樣看呢 直接覺得呢 快點堆死這個人就算了 快點死 算了 不要搞事了 我們個個艷船 打什麼仗呢 我們投降 你兵不用打那些蘇聯 紅軍進去柏林 要打什麼仗人和你死亡 有 還有一幫弟弟嘛 12歲 9歲到12歲的弟弟嘛 和你做自願軍去打嘛 其他大些都走不及了 所以呢 事官 但是學你所說呢 德國呢 就十年醒了 但是你想想 香港現在回歸20周年 是的 那麼呢 還要還沒結束 還要精彩到呢 又繼續說說什麼 啊 這個呢 中共又掌權了幾多年啊 這樣 四九年到現在 有沒有人醒都沒有啊 那幫傻逼呢 還要覺得呢 啊 現在呢 經濟發展很好啊 中國很強大啊 全世界都是中國的啊 高鐵呢 會通到美國啊 這樣吧 嘩 這個有牌啊 這個 發明了 這個呢 含了利益關係 到頭路 利益一沒有呢 這個世界呢 就真的會轉變的 這個是一個悲邪來的 我覺得很慘 因為如果以這個 什麼的講求利益為它的最後的誠信啊 或者人的德行的倚磅呢 一失利益呢 就沒有了誠信 沒有了人的本性 善良的本性 那這個呢 就會使得呢 我們陷入一個呢 真正不是國家亡那麼簡單 是不成為民族亡的 是的 就是文化大革命已經破壞了呢 所有中國人傳統下來的人義禮智信了 再加上這樣講的利益 講的只求利益不講是非不講公義 那將來一破滅呢 那將來一破滅呢 這個利益一破滅呢 我是不可能呢 我就沒有了 已經拜拜了 不會的 不會的 我們就是要 為什麼我在這裡講生同飲食啊 我自己有這麼注意自己吃些什麼呢 因為就是要看那個 樹倒胡宣散那一天 你放著走 你這個東西是樂觀了我 我這個東西比較悲觀 平時別的東西是我比你悲觀的 但是這件事居然是你悲觀過我 這件事悲觀過你 因為我覺得呢 在全個民族 靠這個ideology 這個意識形態 只能夠我們有這樣的民族建立起來 但是這個ideology 這個意識形態呢 日漸這樣呢 遺失 另外呢 自治他 在某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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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然事實 可以 這種似乎 幸好還有個福地 香港還在說這些 說得比較壞 這樣說 很不對的了 很政治不正確的了 但是如果信耶穌基督的人 不如你們一起祈禱 我就說 就是 佛教也有他的祈禱 有他的連結 不行的 佛教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但是因為為什麼呢 我現在來講這件事 你是要有一個全能的上帝 記住是全能才能做到的 釋迦牟尼佛也好 阿彌陀佛也好 你說寶生佛 哪個佛都好 他不是全能的 分別就是在這裏 所以相信全能的上帝存在的人 為了全球人類的福祉 不如就真是求上帝 製造一鍋潔潔潔的 給鄰近地區炭 真是 即是以前的天火焚成也好 還是這個大洪水也好呢 即如果當年 次官 聖經我忘記了 我們講過我也忘記了 就是那個加什麼城啊 是不是說有很多機的 那些男人 所多馬俄多拉 所多馬俄多拉 現在這個字面就變成一重性短了 蘇多馬俄多拉 兩個城都是罪惡之城 是 這時候上帝要懲罰在裡面 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好的人都沒有 只有一個羅德和一個家 那時候通知他走人 但是他老婆不聽話嘛 在德國墳城的時候 轉過來掛著自己的財產 終於變成一條炎柱 是吧 因為羅德和他兩個女兒 逃離了 後面發生什麼事我們不說了 他和那個女兒發生關係 我們不說了 是 所多馬俄多拉 兩個罪惡之城 最後呢 後來呢 無法置殲滅的 那就是了 你既然同性戀 上帝都要天火焚成 那現在能近來他 大哥他何止同性戀 他什麼都有了 你明不明白 真正歐情民的罪惡之國 啊 全能的上帝啊 你快點做事啦 13億人算是好的 就等於馬俄多拉 索多馬城都有羅德 好 後經我們講這麼多 不如我留幾分鐘講一下 這個最近放榜的DSE放榜好嗎 好 我先講講一下 好 我就看到六位狀元 所以狀元就考得最好分啦 五星星啦 都是喜歡做醫生的 以前似乎不是做醫生的 以前的人喜歡做國際金融的 哦 是嗎 是 做國際金融是一招發達的 是 今天自寫一篇文 登在某部那裡 我講的是 我極端贊成 這個 裡面仍然要考慮痛惜 是 當然呢 很多議員 譬如葉劉這些 直接在政綱上反對得很厲害 我老友同意 直接和 和爆兄兩位 就要開 開本 白卷 反對得很厲害 這都是血儀式的反對 我只贊成 就是因為 通識最後的精神 是在於 最後是有一個懷疑論者的身份 就是說 不是人云亦云 不造影星蟲 什麼都通過自己的想 和自己的分析 然後去相信或者去決斷 次官啊 沒有用的 Sorry 我不是說通識沒有用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認為 打斷你 不好意思 但是呢 這個是性格生成的 我最近 拼了老命 都在說生同飲食 基本上 逢禮拜天都在說 講講講 講 不只是單憑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我覺得的 我是拿了 那些 medical research independence study 拿了出來講 什麼 什麼 有句的 對 對 有根有句的去講 說了 幾多年 誰做 報告 出來了什麼 怎樣這樣講 好 但是呢 我都告訴你了 那些人呢 聽你那一刻 他很convince 我不是說傳播 那一部分人 OK 很convince 但是轉頭 他又不知道怎樣 online search 看一下 突然之間有一篇 東西 沒有儲名 不知道哪裡出的 就有人就說 生同飲食 是有害的 哎呀 吃了會口臭 哎呀 吃了又會怎樣 會累 哎呀 會神結石 然後他轉頭又迷惘過 這個就是眾生 是啊 佛教講的眾生就是這樣 他是沒有一個堅定的立場 他不會 就是說 我知道那件事情 我去了解 清楚透徹之後 我就可以堅定不義地 這樣 stand by 那件事情 是隨便阿貓阿狗 不知道哪裏 那條人出來 樣子都不用有的 就這樣幾行志 他就亂了 這樣呢 這些呢 這些呢 沒有壓制教導的了 這些沒有壓制給他好東西的了 如果那些人呢 基本上呢 是 處於一個呢 搖動 就是自己沒有一個信心搖動 自己都信不過自己呢 這些人呢 你就會無謂了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都是一個呢 風 風吹草動 就是不能夠擺放 Exactly 就是固定的人 是啊 那這種 有他的缺陷在那裏 先天的缺陷 就等於我們說 有些小孩子呢 他有一個學將 他還叫字魂的 叫數字魂 那你想教他 就教不了了 那些我們不想教了 教不了了 是吧 所以這個世界的確是有呢 有他的氣質 有他的質素的 是啊 不是就是 譬如我跟他們說 我一個禮拜 講得過一集 跟著我不是說 有很多連結 你們上去看 你自己要多研究 要了解多些 那我每一集 一個半小時 我會濃縮地去講 跟著講一些重要的點 但是不代表 你只是一個半小時 一個禮拜一次 你就夠了 before 你 make a decision 你要決定 做一件事之前 你自己要做自己的 research 沒有的 很多都沒有 那些人呢 當你有一種 有益智的聽的題材 你已經很開心的了 有些人當聽完之後 就耳邊封了 過了個小時 日常就挺過癮的 有些人喜歡見一下 你的樣子 啊 不錯 那又見一下 喜歡見一下你的公樣 那就見一下 見完之後 你講什麼 耳邊封的了 好啦 差不多了 是啊 差不多了 是啊 差不多了 我呢 我今天去演講 是 我將演講鋪上網 分了幾次 我講香港三劫 就是這個九龍暴動 天色小龍加價暴動 還有最後六七暴動 尤其是今年五十週年 這樣講 最後為什麼要做一個報告書呢 這個報告書呢 本身是一個檢討來的 引致到港英政府 那些民族政府 在那個年代 已經使得香港有很多核心價值 建立了 是 很多核心價值 因為這些暴動而建立了 第一 原來暴動並不是一定是壞的 它有一個顛覆和它自己壞的方面都有好的作用 第二 我們點了珍惜這麼多年下來的核心價值 我做完兩小時後 我會分段鋪上去 放上forum 下注視我文那裡 forum那裡 大家聽一下給你意見 好嗎 你會文字版還是語音版 有 我拍的 我找個朋友來拍了 okok 可以有聲音有畫面的 現在繼續聽你那個生童的 有聽眾留言說 可不可以有字幕我 那我就說 我們這個小台 我們真的沒有這個 我們現在有公款 什麼都可以 有字幕我都可以 ok的 我們現在就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如果遲些 可以的話當然 沒有經濟能力 你那個公書教學那個program 做得好不好 我現在我總共要讀四個的 那我現在就夠錢讀兩個 還有兩個就還沒得的 嗯 那希望大家幫忙 那我回來再跟你讀一條條 好嗎 好啊 今晚到這裡為止 拜拜 你早點寄給我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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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